今天呢我们来到现场的呀是一对夫妻 按说呢他们之前的日子过得是特别好的 但是最近两个人的矛盾重生 甚至这个丈夫认为呢妻子有一些做法呢 可能是他永远都不理解的 掌声有请这位先生来陈述他的第一观点 先生您好 您好 今天为什么来到这里 我就觉得我跟我媳妇的一个关系呀 让我没法说的 我就觉得从他内心的他老有伤害我的意思好像 你伤害他吗 他老想收拾您是吗 心里边不在那想 可是他的行动上就是对我伤害特别大 你认同吗 您刚才这个手呢做了一个动作 说行动上对我伤害特别大 对 那也就是说他已经动手了 动过吧 还打过您 打过吗 您觉得他够爱您吗 应该是够 你爱他吗 那您觉得您够爱他吗 以前够 现在也许就不够了 他现在爱你吗 应该还有吧 也就是说您对他的感情已经很淡了 因为这心里边特别是委屈的那种 你想过离婚的事吗 两年前没有想过 两年前您就想离婚 对 也就是说今天来这里您是想让我们帮助您把婚离了 对 说实话 他本身他里人相当不错的 他对外边主要对我们家人是相当不错的 相当不错 您还要离婚 我就觉得对我不成 我不是那蛮不讲理的人 所以你 所以我希望大伙人劝您好 别玩了 因为我这离婚的弄得出江的 再出别的事这就不好了 您是想让我们劝他跟您离婚 然后千万别做极端的事对吗 对 您是怕他说您要一说离婚 他再跳楼了 是这意思吗 有那种想法 周围的环境 自身的环境要很好的 为什么要想跳楼要自杀呢 除非他心理上有疾病 您没听出来我跟您开玩笑的吗 不是 他确实他有那种想法 肯定得有原因 有时候他也生气 把我气得要命中 我这么点头 自杀的想法吗 我们最后一次 就因为他说他老想自杀 我还跟他反正 想跟他离婚的 真的别动您没有 有这点头一闪而过 一想说 为了孩子 为了嫁我的 这点头也就打笑了 谁不愿意好好活着 不是 那他说他今天开始 他不想自杀了 跟他别离婚了行吗 说实话 他也在他这好现 我真接受不了 尤其不要用了 他买这个 买这个保健品 也许我这人体骑不好吧 也就是说您 去意已决 可以这么说吧 心已经凉了 对 他想跟您离婚 彻底就是想离婚了 对 来推一下女士的话筒 这位女士您好 汪芳您好 您丈夫的话 您想到了吗 我没想到 可是他说出来了 他说他去意已决 您认为呢 反正昨天他又跟我说来了 他说的 谁也劝不了我了 这个亲戚朋友 节目组 他也很难挽回的心 我不想跟你过了 敢让我跟你合板拍 他说我呀 以后 甭管说我怎么样 也跟你没关系了 您想离婚吗 从我内心来讲 我不想 您不想离婚 对 您说这句话的时候 会不会心里很痛 会 我能感觉到 其实他说刚才那些话 对您来说都是巨大的伤害 对 你能感觉到他在流泪吗 我知道他就得流泪 要是他们 什么他没有的情况下 我就没必要跑这来了 没必要说 没必要说让大伙劝他了 我就 他直接就离了 不就完了 不就 就完了 那什么时候一去 不就完了吗 您把这婚姻想太简单了 不是就往那边一去就完了 不是啊 就说俩人全都同意 就没必要说 跑到这下跑了 不要 那您想过去法院起诉离婚了吗 没有 我不希望进过法院 也就是说您觉得咱能解决 哪怕咱去电视台解决 千万别去法院 对 您希望能够来我们这帮助您 对吗 对 好的 请坐 先生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不知道您经历了什么 我跟您交流的时候 我会觉得您心里有一股气 有一股劲 有一股火 对 现在我这根本 我心情特别压 我根本就说不出来 已经 那咱们一点点说 真的 我跟他呢 也没有什么 说实话 真没有什么 就是我跟他就有点矛盾 到最后已经到法院了 就是你后边 你作为我媳妇 你作为家人 你应该支持我点 是不是 可是他不然不支持我 我前面玩命 他后边放火 他给你找别的事去了 让你特别心烦 我没给他找 罐子就让我相当愤怒 这罐子怎么回事呢 搭队施工 把水区挖了 去年七月要发大水 决定了 我是阴农民 教职这种地活着 我105亩地 他给我验了 到最后打对书去 干他没责任 他不认 他也说推推说 天灾吓得大 这让我打官司 完了 他们那个律师 也干 没责任 保险公司给你钱 保险公司 给我是这么 干你这个 我们不赔 你是人为的 我们看前看脸 这不容易赔你一半 我105亩地 我损失10万块钱 赔了我5000多块钱 如果说要没有 搭退开口子 这一茬 保险公司应该 赔我1万多 所以你觉得 非常的不平衡 我相当不平衡 因为你开的口子 把我咽了 你怎么就没责任呢 所以您当时 所以我就起诉了 然后他说不同意 他说愿意上座 晚上你跟我讲 怎么怎么 说要不然我心里出口去 那我说那就告吧 要不然别拿你气坏了 然而在此时此刻 你的太太没有做 让你舒服的事 对 她怎么做的呀 就是今天开市吧 就是说也用过这地 把我打的 我特别烦 晚上跟哥几个 还是喝的酒 也喝的有点多点了 站着她 她正在那 说实话 也用过这地呀 跟她也有点矛盾 就是说以前呀 就是这地淹水色 让她们照着 给她想偏 让她妹妹 就是找到一个证据 她妹妹给删了 告诉她让删的 说说一说 我特别生气 昨天晚上 我把手机捂 我全摔了 我妹妹就以为说 挣长时间以为没用的呢 我妹妹就把那照片给删了 第二天呢 我就找哥去喝酒 从西里边绝着回去 我说就这个打棺子 干什么 必须要证据 是不是 这这照片就是证据呀 你给我弄没了 我媳妇正在门口呢 大伙子我就骂了她几句 我骂她一句 她骂我一句 我也特别生气 甭管说戒酒撒份 她骂我呀 我一挥手 我就打了她一下 实际上没打招 往来我说你干嘛老骂人呀 她说我就骂你了 你怎么着 从前往我就老骂你 你受不了 受不了你滚蛋 我妹妹这人比较直 比较什么 可是再换句话来讲 她这里边 她不是说骂一句骂两句 她没完没了啊 喝完酒啊 结果她呢 拿去车上有一本子 拿去一本子 这儿给我一本子 这样把我骂极了 我说你怎么竟回骂人呀 我就为了就说出去 完了给她一本子 骂时间再长了 她能容忍得了 怎么能不能 这这两条腿吧 一条腿打在我这儿 一条腿打在我这儿 当时我就什么情不知道了 等我知道的时候 她就在我旁边碰了 刚才我错了 我错了 我已经在 跟我站在那儿 最起码说 已经在三米以外了 在家特别强势一个人 我妹对她来讲 是隐寸逆龙 什么事都对她说了 你就是说 她把你给打晕了 对 我跟你说 就打得如说 她这板子 再往前一公分 就能把我眼督子打飞了 再往后一公分 就正是太阳瘸 正好打在这太阳瘸 跟眼睛中间的一个骨子上 妈呀 眼眶骨 对 如果要不打下骨 我想当时那一板子 能把我打死 抡起来打的 所以这是你的一个心结了 对 可以这么说吧 从那那一回个 我就下定决心 跟她离婚了 我说没让我这样的 可是我们家人 她对我们家人特别好 来 这位女士您好 王芳您好 您真的用板凳砸过她吗 对 这是她说的那天 您当时砸完后悔吗 我当时太后悔了 就是说明您也有点急 对 哪鬼气的 关键是 你有没有想过 就像她说的那样 往前砸一点 往后砸一点 出大问题了 怎么办 我当时生气 没那么想 后来就是 我觉得害怕了 然后我就赶紧过去 把她给弄起来了 完了 我说我跟她赔老奸 我说杨军 我说我错了 我说我不该时 办那大喜 我说我 我真不是 不是故意的 当时她说的 你别跟我说说 走 滚蛋 离婚 你电视 拽死我 怎么怎么怎么 她说这样的话 您当时 会不会心里边 也挺不舒服的 是不舒服 因为就 这事已经 翻来覆起了 在家闹 在朋友家闹 都闹不好一次了 当人家骂我 就是因为 你打她的事是吗 不是人用我打的事 教育的地的事 我在乱七八糟 带着空到人家 他也骂过我 还有在这之前 也有一矛盾 就是什么 我跟你别人 有点矛盾 有一矛盾 那小子挺挺暴的 我一找他说一事 他打我 他打我 我就等不问 我们的快乐队呢 我人不爱带手地去奴民 我说 你家里拿手地去 他就跑了四五里地 拿手地又拿回去 我说 我进去 他还得打我 我说 他一打我 你就跑110 可是我进去 果然他就要打我 我始终我没关手 打了有两分钟 我扯他还在那 我说 兄弟 你这还不跑110 他还站着 那边是 那个人是比较强势 又过两分钟 我说 兄弟 你这还不跑110 第三次 我说 你这还不跑110 就样他都没给我抱 他就强人打我 人家比他们硬气 我妹妹他这想法 就是不敢惹人家 您为什么不没报警啊 这位女士 我就当时就想 我说大事话聊 小事话聊 我就想他也没 也没把他打得怎么地 又又一半出脸 以后我说 直播咱们惹不起的 就是躲得起的 他那地呢 他挠他的 当那边咱们种咱们的 直播就不跟他公事了 就不理他 也就算了 我就拽拽 当家子说 加走加走他 他就骂我 说加什么 你有没有看到你 丈夫现在的这个状态 您看到了吗 看到了 我就觉着 我坐他对面 我都害怕 我害怕 不是因为我怕他 我是怕他那个状态 就是我觉得 他现在就基本上 是一个那个 爆竹 就就已经三十晚上了 你要不点 今儿晚上就不行了 就就这感觉的 所以我就觉得 他平时也是这样吗 还是就是这件事 把他气成了这样 这件事是 把他气成了呀 然后就是 平常生活中 他也有这个 有个这样的状态 有个这样的表情 这个建一老师 我坐在这位先生 对面我会发现 他一直在咬牙 就是他的那个 就这个地方 一直在动 就是我觉得 他可能气的都不行了 嗯 你观察的完全准确 嗯 就这位先生呢 其实在刚才描述 板凳事件的时候 就已经非常的气愤了 那么这件事情 刚才说的这个 爆妖灵事情 他就愈加的气氛 实际上这位先生呢 内心充满了 对妻子这两件事情 做法的不认同 他觉得内心很有委屈 完了又觉得 妻子不理解他 尤其是妖灵这事件 可能丈夫会觉得 妻子有点胳膊肘 朝外拐 就与你的这个 死活于不顾 是吧 与你的这个 面子于不顾 反倒向着外人 确实是在夫妻关系当中 如果说在夫妻中的一方和外人 发生矛盾的时候 如果另一方不伸出援助之手 另一方是非常气愤的 是非常会影响什么 夫妻感情的 因为他觉得在那个时候 他特别特别希望 另一方是站在自己这一边的 所以能理解这位先生的心情 人有脸数 其实谁都是不希望有点脸面 是不是 罗列从2012年到现在 您有几档子事 一直让您气不顺 表着您这个地的事 好几档子事 都气不顺 但有可能 你把这所有的气呢 都和您妻子较上劲了 不 我也跟谁都较劲 您说的这句特别对啊 就是我发现您挺爱生气的 对 您看您跟大队 您就是气挺多的 您跟大队生气 跟书记生气 您说 中一百零五五地 就只是得活着 您给我冲了 您输去干 我活该 我受得了吗 他要说活该呢 他肯定是不对的 没责任 不是活该吗 你肯定不会说活该 就刚刚那个主持人 王方老师评价 他说是像是一个 随时可以引爆的暴主 他被外界的 或者是被内部的一些因素 所激怒 我感觉这位先生 他就是在内外受辱 所以说他心生愤怒 现在呢 他是去意已绝 但是他内心又非常的纠结 他想找一个出口 比方说发生冲突以后 他想找一个警察 想找一个社会机构来调解一下 仍然去没有找到 所以说他现在内心是非常的纠结的 但是他这个纠结的所在 是出于他内心的这个情绪所导致的呢 还是出于说别人的刺激所导致的呢 我觉得后面的事实 我们需要进一步的去了解 其实原来没这么大皮 就这样的皮特别大 再给我请问你啊 家里除了妻子之外 肯定还有别人 有孩子 有老人是吧 老人就去年个 发生这事以后 没了 因为我的弟 爱着人家 我母亲天天瞧着你 哎呦 在十日份吧 因为得不到结 我母亲也特别伤心啊 我母亲十日份就没了 哦 一说到这个时候 我看你就特别痛 就在这个事件之前 老人会对你有什么评价啊 我母亲根本就不说我好 我妈人嘴贫 嘴相当快 就是说你不好 你这一辈子不好 母亲不说你好 对 所以先生 我觉得咱们现在经常在网络上 有个词说悲催 您看您现在的生活状态啊 就挺 对 就是那样 我多努力 我母亲这人 她已经找出我毛病了 她已经说出我不好了 比方说我刚盖完房 我发动我姐姐她们 您想大伙 您想上屋住 您想上屋住去 我母亲不去 可是她我到外边就说呢 那上方是人的 她不让我住 我妈来说 确实这一辈子就是我在她人 先生 我走近您一看 我才发现 您其实早已经落泪了 您憋屈了四十多年的一个男人 在很多时候没有受到尊重 包括在老妈那儿 包括在村支书那儿 包括在邻居那里 最后包括到媳妇 这个唯一这个世界上 你觉得你能只会动的一个人 你还不受尊重 所以我觉得您今天想离婚 我觉得反倒成了小事了 关键是您的人生 咱不能老是这么灰色下去 咱得变得亮堂一点 真的 我现在我觉得我怎么了 我人比较想得开 可是现在我都自个儿 我自个儿我都知道 我自个儿你怎么想不开 我自个儿我也得劝自己 甭管不是找事吧 我也找点别的事 妈一找别的事 思想也转移一点 心情就愉快一点 对 对 我特别理解啊先生 所以我想问您啊 您觉得您太太是个坏人吗 不是 他对你是不是还是挺好的 挺有感情的 也可以那么说吧 好 真不错 那么这次其实你们引发矛盾 是激化了对不对 对 这次的起因嘛 就是我跟达德有点矛盾 已经上次到法院了 法院一判我相当不满意 本身我是胡烦的吧 跟我那个卖保健品 带人玩舌了 我这吃你也吃 说咱俩说要做你也成 我这一讲玩 我就是我长了四十四十多笨五十 我没没看过谁 没骗过谁 我说卖保健品也成 因为这也人家劝我的啊 我说我必须我得吃好了 因为我现在有点胆固醇也高 是糖也高 还有这甘油酸汁也高 我说我吃好了 我就做去 我吃不好我就不做 我说赔点钱就赔点钱 赔自个钱呗 班子我连他那份也买了 就是买的比较多吧 他是一意孤性 所以他跟我们有一个要一五万块钱 全部买了保健品货 买了多少钱呢 三万块钱 他说他买一三万块钱 那那两万块钱哪呢 基于买多少钱他知道 他那有发票 您可真有钱呢 我这就是不想喊什么 有没有个保质期 里面过的期不全扔了 就不造了 这钱 不是关键是 我觉得我长这么大 从来没买过这么多钱的 保健品吧 所谓的 一个人吃 一个月喝五千多 是样的 购物不造 你也不爱买多多啊 没关系 关键你们矛盾发生在哪啊 就是他什么他不吃啊 说说我要买三万块钱呢 我们俩人吃不就快了吗 俩人全好了也就是不是 他让我吃 我不愿意吃啊 因为去年我服用过俩月 不管事啊 吃过几个月啊 吃感觉不是退好啊 我说他以前那些堆着东西 他不是什么太相应的 保健品呢 他本身他现在 他也是老不合适 今天给他要的 在两万多块钱了已经 而且还基本上 全是不报效的 我们的身体跟受人类 跟他省起着都有一定的关系 为什么现在身体这么差 我先吃的也是这个人啊 所以说我就不相信啊 然后他 他们就上我们家劝了去 跟他 所以你就觉得 我都把这保健品买回来 你干嘛不吃 对 对吧 完了我就找人卖保健品 大家劝你呢 怎么吃告诉他 这家庭父亲说 哎 心里想这东西 吃又不是退好 是吧 挺心中的钱 也是 他就跟人聊 聊着聊着他就哭 哭什么呢 我对他这么不好 这么不好 找错个干 我老想死去 我这样 我特别动心 所以这些年这么艰苦 这么什么 旁边那个保健员 有应语的大力道 说那你是不是想要自杀 杨军抓这句话了 我怎么你 我挣一分钱 交给你一分钱 我花一分钱 从你拿一分钱 嗯 我怎么就挤得你要死去呢 所以你心里没下定决心 要离婚 说实话 这我挺相信的 完了别人 人家走了以后 我越想越不得查 晚上呢 我就抱着背后 我就上别的路睡去了 他追回去了 因为我以前也分居过 嗯 他说一话更让我伤心了 嗯 所以头几次 你出来 我就原谅你了 让你回去 这回你想回去就不成了 嗯 这句话让我更伤心了 也就是说 火上浇油了 对 在丈夫杨先生看来 因为官司缠身 他本来就心情很差 妻子非但不理解 反倒火上浇油 本来他想买了保健品 和妻子一块吃 妻子却坚决反对 还以自杀来威胁自己 这让杨先生从内心 特别的抵触妻子 而他们的矛盾 也使得双方的亲戚们 都特别的担忧 过了两天 我把他哥 我哥 我们当家的哥 找我 我跟他们说这事 我说 我怎么你了 你要死去 你哇哇哭 又哭又闹了 还把你哥给气好了 我想说话 都不让他说 那天跟我们大闹了一场 把他们请过去 给他们来了一红门宴 人家大哥都给骂说 就说算数 我花三万 五万一好 我说买个东西 人家玩牌输三万 五万那怎么办 你还不直接就死去 你甭老说 人家玩牌输 输好一十万 你怎么不跟那好的比 您能不能别老 把死挂在嘴上 不是 就是说他 我那边的起因 就是在这 那叫什么 压到什么 最后一个是稻草 这实际上 这小事 这就是那个是稻草 压榨牛的最后一根稻草 对 您就是那只牛 对 就这根稻草 把您给压垮了 对 然后当天晚上呢 您就想一生气一卷被子 我出去睡去 对 结果 您太太又火上浇油 说了那么一句 对 于是就把你这火点的 就不行了 对 就想 那干脆离得了 对 他本人他不是 他本人别的想 因为我跟您说话 我开始有点紧张 就是您满身都是愤怒的 以前的 我们结婚那些年 他不得 我觉得好像就是这二十年 错明显 就最近你们谈离婚 跟着直销产品有关吗 没有关系 完全没关系吗 没有 来 这位女士您好 您好 您觉得现在跟你要离婚 跟着直销产品有关吗 怎么说呢 说有关系就有关系 说没关系就没关系 怎么讲 因为那个 十一月二十二号 他跟我要了 四万七千五百块钱 拿走了 然后呢 我就说 我说呢 你要这么多钱呢 买这个呢 咱们呢 就是投资呢 谨慎点 我都没敢说不给他 然后他也没原因 然后第二天呢 他又跟我说 说兄弟 我跟你说 这我买这五万块钱呢 还不算数 这是开始 以后还得投资 我把咱家这个 所有的钱 几十万块都得投资干这个 你要说行呢 咱们就行 你要说不行的话呢 咱们就分开 我不知道他说这话 是什么意思 就说他说这话 我也伤心了好几天 好 我知道了 先生您真的是这么想的吗 您想再投几十万去做这件事 嗯 也可以说有那种想法 把房子拆迁那个款 拿走一半 也干这个 把所有的钱 全都压了 弄一大的 人家凭什么有汽车 有楼房啊 我为什么没有啊 我为什么就得受穷一位子啊 中原地 容易吗 你说 你这么造的钱 那今年造了多少钱了 好 因为投资是您个人的事情啊 我们没有权利 或者说去阻碍您 但是我们有很多经济方面的专家 可以给您支支招 我想先知道 您到底这是三万多 还是四万多的东西啊 应该是全家有四万多吧 要有三万多 还买了一个一百计 几千块钱吧 嗯 他房话 这是说那那房门子 说那修工 我要占 要拿出一半的 他全做这个 外面卖那饮水机 八百我们家用的特好 您怎么买几千块 那饮水机 嗯 今天那好呗 在前期采访中 我们发现 杨先生花四万多块钱 买回来的保健品 摆在屋子里 显得格外显眼 每天杨先生 都要详细的计算 该吃些什么 该用些什么 说起用这些东西 对他的好处 杨先生 显得格外自信 我吃了二十多天了 以前老爸老想 现在不想 你去检查了 有没有变好 刚才中间 个案是把提到的 然后就这个 这什么事 有一个过程 得三四个月以后 就下来了 所以这事 我就认为 你不是我想法不对 我花了三万 要四万 要全成 所以我这指标 又能下来 就值了 但是与杨先生的热心不同 妻子却不以为然 生活必需品 这好啊这种心 你尝尝它好就好 你不 你现在在这 我就是上导 你用我用着呢 就那回事 我用一次 用两次 是吧 现在俺们差点就在这 先生 您看 我觉得您有一个特质 就咱俩有一个共同点 买东西容易冲动 对 就是为什么我不爱逛街呢 我一逛街吧 那小姑娘们一忽悠我 哎呦姐 您这身材 哎呦 您穿这太漂亮了 我花就买 买一堆没用的东西 然后我现在就到处在搜了 这哪能把它卖了 就这建一老师也有点这样 但即使是我们这样 就容易冲动的人 我都觉得我从来没有一次性 保健品买四万多的 因为我觉得您不是什么 特别有钱的人 有点钱 但不是 我叫什么一钱人 就是说那那房门 说那修工我要占 要拿出一半的 他全做这个 那您看您花这四万多块钱 这可是您的心血啊 就是您种地 汉地河下土 历历皆辛苦 您是这么弄出来的这个钱 您把它换成一堆转啊 嗯 您了解直销吗 嗯 以前也不算太了解 就是说他这个总部在阳州 上对总部我也瞧一些 去了之后呢 我觉得还成 再说这个听人说 就是治好多毛病 16号到21号 系回来以后就疯了 阳京现在挺信这东西的 甭我让人给洗脑了 有人赚钱吗在这里边 应该有人赚吧 那你知道他是通过什么方式赚钱吗 就是卖呗 那您通过什么方式去卖呢 我就想我 现在有毛病 基本上这周围的几万块钱 我能吃完了 基本上把我这毛病能调的差不多 嗯 然后怎么办呢 我吃好了 我就给他推销去 我吃不好就得了 就认赔了呗 嗯 我卖一部东西 他随便要做 他和人家和解伙的还劝我 我知道他们的目的 他们就是劝我不但服用 而且还还让我们夫妻做这个 我就死活不敢 他也觉得没面子 您准备去给谁推销去 那只能亲戚朋友 因为谁有毛病呗 是的 马老师您应该懂这个是吧 我你直销过吗 我没有直销过 但是我 您传销过吗 更没有 要否则的话我就站不到这了 谁把您带进去的 没必要说吧 怎么没必要说呀 做这个保健体 那找到他们 是不是亲戚朋友 就是认的吧 也算朋友吧 哎 你看 一般都得认识 对 然后呢 去做工作 就我们出市小区的一个女的 姓李 咱说实话哈 最初跟您说这个的时候 您是相信呢 还是不相信呢 比如说 我就告诉你 有东西吃了之后 对我身体特别好 然后还可以赚钱 你啊 试一试 就跟你做这个工作的时候 第一次 你马上就想到 花这么多钱买吗 嗯 没有 没有 是不是反复去给你谈 不是 人家人家都没让我花这么多钱买 我就是我自个儿想买的 不 一开始你是不想买这些东西的是吗 嗯 就谈一次你就买吗 有冰满头衣 是不是 有冰满头衣 对 就试一试 根本就不行 我吃两遍根本就不管事 一个月两千多块钱的 本身 你要我这儿吵着也没麻烦 是不是 啊 可是我一检查身体 重处这方干好几年了 啊 糖高 肝油酸脂高 嗯 那低密度感冒的高 谁又没有病啊 我现在也一身病 我就不说 别的呢 别的 现在一共就测误不像这三线高啊 这医生呢就劝我吃药 嗯 这吃药 尤其就得谈够这个结果 就是吃药 嗯 吃吃吃吃 到最后 打一导醋 嗯 冰满症 玩完 这是 这是规律 是不是 我呢不想那样 不过话人说 这能把糖降下去 还能把这个脂肪肝降下去 这我就是认为 这是一颗救命稻草 他就也上扬州回来 就这个写不禁一样 啊 那个大哥 是您拿这个单子 然后人家跟您说 吃那个东西啊 虽然它不是药 它是保健品 但这些东西都能降下来 是意思吧 对 人家有人已经吃好了 保健品 就能拿着所有的病 全吃完了 全吃好了 要医院干嘛 甭上医院了呢 天方夜谈检 人家说糖尿病 是他说 有人已经吃好了 还是你见到 有人通过吃这个 已经吃好了 就是离我们旁边也不管 人家说的 人家说的 注意注意注意 就是说您是听说 对 所以您也就愿意相信这个 相信这个 而不相信医生 不是 就这因为这种毛 也没到说医生哪步 您首先我人就馋 我吃个水果 您不知道 这汤也高 这所有水果 就全都给寄了 你就吃不了了 对不对 如果人家要能降下去 说花两万三万 您降下去 所以以后 您俩还过之前正常的 两万三万 我应该说值 他说管事呢 好着呢 这种东西 是不是有一点 偷见取巧的 进哪儿我看着 先生 为什么我们就几个 有点着急啊 因为有人把房子 抵押了 去做这个 所谓的直销啊 最后 反正挺倾家荡产的 就说您看 我也听说 就说咱们俩呢 看的是俩角度 就您看到 全赚钱的那个 为什么我看到 全 我现在 我第一步 我就说为我自己 为别人是次要 他能为他呢 四五万块钱 就是他脑子怎么想的 现在我对他这生意 我打电话 让他姐家姑爷 过来劝劝他 他的朋友 算他都没权种 然后这时候 我就下断心干这个了 我把家所有钱 全都倒在这里了 我就说 我做这个 我吃这个 现在别人谁会不找 因为你这中究 这是害人的 这如果说 人都不管 不管是白花钱 你找谁 杨军这个人 咱们说也是一个农村人 咱们没有这种能力 去推销这东西 先生 即使你吃的没有问题 那么并不代表 所有人吃的都没问题 所以起码说 人家说这能降糖 能降党固醇 我就相信了 你看你吃人家的东西 人家能把你说服去了 你在 他说服我了 他也不一定 不能把我说服了 人家的姑爷都说 说要是我来 老叫要是我来 忽悠您 您绝对不吃这个 您能让别人忽悠了 待了一多小时 也没说服过 人家走了 如果说我自个儿吃好了 那就是 我就相信人家 说的就是真的 我吃不好 那就吃得了 这就是假的 买个钱 买个钱吧 说我几本吃 没毛根 您是愿意相信一个 做这行的人 他的话呢 还是愿意相信一个医生的话 真应该相信医生 很好 可是像我这就没到病了 可是我又不想 让他发展下去了 然后你买五万块钱 怎么理解 因为先生这个血糖 血压 其实有的时候跟精神因素 是非常有直接关系的 比如说我心理作用 哎 觉得这个特别好 也是有可能的 因为说实话 如果您趁个几千万 您爱投什么投什么 我们在这 哎 你都投了 你送我点多好啊 是不是 但现在您这都是汗滴和下土 我不能随便 我觉得我得负责任 王英老师 这个杨先生 就是比方说 您说保健品 能够帮助您改善身体 我认同 这是你自己的选择 但是一般的人会先买两瓶 吃了以后 一星期两星期 我去化验一下 您这怎么买了 够吃一年的呀 或两年的呀 我特别想知道 一定有什么东西 让您想买它一堆 也可能您吃两瓶 您就好了 对吧 那好不了 吃两瓶那好得了 糖尿病 多吃多喝 多尿这个 我觉得它也没有这种正方 一定是你买这么多 你才能入会 或者是什么什么 肯定是 所以你会发现什么 就和您刚开始 跟我们解释的 那个初衷就不一样了 您初衷说 我这有三高 五高 我有三高 是吧 我吃点 然后把它调跳 如果好了 我觉得我再去买 但您这好像不是 您这还没吃好 您就已经走着 投资的这个境地了 是不是 可以说是吧 还总是说 我就从来没拿那钱 挡回事 那天说 先生 我跟你讲 王毅老师说这话 特别关键 我自己曾经为了 制作一期节目 深入到一个 当时好像还叫传销呢 一团队中 就是待了两天 啥都没干 在地下车库里 就我就看他们 那个时候 因为我还是一个孩子 那是就两千年左右 正是中国刚刚有了传销 那个时候啊 但可能跟这个还不一样 咱们不能把这个两个混为谈 我只跟您讲 我的当时的经历啊 我后来他们就给我上课 什么微笑面对人生 来一起笑吧 哈哈哈哈 就全这样的 就他们全是这样上课 我不知道现在的是什么情况 就是说他们内部的人 你比如说 咱们疯不疯啊 疯 咱们棒啊棒啊 棒 就是说就给你洗脑我的 而且我们今天的还要分清楚 这是知晓 嗯 就是 对对 它是合法的 所以我就是想告诉您 就是 别激动 我当时也被弄得热血沸腾 哎呀 我就见谁我都想笑啊 他也说让我买四万块钱的 我去年服务用的时候 我说我不买 我卖谁就要买四万块钱的 我说我吃着管事啊 我就吃 吃着管事 你别找我 不要往人家打电话 别人上我们家来 不上去 你得控制 赖小强 其实这位先生 据我们的了解 他所从事的这个 不管是直销行业 还是就是说 他买的这个产品 他其实都是合法的 包括这个产品 他也是符合 国家相关规定的 也是正规的厂家 他也是获得了 这个直销牌照的一个产品 但是我觉得 首先这位先生 他做了两件事 一件事呢 他是自己去尝试 去买一些保健品 达到一个保健 然后对自己身体 有好处 这件事 第二件事呢 他可能还要做投资 做事我们要讲 就量力而行 您是不是有这个能力 拿几万块钱出来 刚刚您也提到过 您还要拿十几二十万 去做这个投资 我觉得这是您值得 需要深思的问题 他现在心里特出卖力 他说人家说了 你在家一个月 你拿几万 我凭什么就得 把我搞个生活 整理他妈的 这位先生 前面所描述的 就是各种事件呢 我发现了 他的一个思维方式 就是说您这个人呢 其实心眼很好 你比方说提到妈妈的时候 你落泪了 你其实心非常的善良 但是你把人呢 得罪的挺苦的 得罪了很多人 这就说明您呢 可能情商低 就一个人情商低 和他的思维方式有关 您的思维方式呢 是一个负面的思维方式 或者说用专业术语说 是一个纵向的思维方式 你看啊 刚才您拿出您那个化验单 有几项指标高 然后您的纵向 思维方式出现了 就是说这个血糖啊 这个肝腰三指啊 总挡个纯都高了 然后我知道下一步 我就得打胰岛素 然后下一步 我可能就玩完了 你看这都不相干 你知道吗 这几件事情不相干 就你把这个可能会 长期发生一个变化 然后导致的一个结果的 一个东西 在短时间内 在一件小事上 迅速的就联络到 最后那个最坏的结果上 这就是您的思维方式 然后呢 您妻子的那个事情也是 她可能不抱110 也许是想稀释宁人 但是呢 您的那个想法呢 就是你 你是干嘛 你是不是想 置我一死地啊 外边人对我这样 你也对我这样 你不要我命吗 你看你的所有的思维方式 都不是一个 稀释宁人型的 而是自己怎么难受 怎么想 然后怎么对自己 没力怎么想 这样你就会 永远充满了愤怒 就当一个人 内心充满愤怒的时候 你想想 他情商高得了吗 他脾气好得了吗 所以说呢 我觉得 这位先生 您从今天开始 您思考一下 您如果转换一个思维方式 也许您的人生 也就发生转换了 从另外一个角度呢 先生 其实我从心里边啊 我觉得 还是挺心疼您的 就是他 可能从小 妈妈对您总是不认可 对不对 高兴的时候就认可 不高兴的时候不认可 对 就是他的教育方式就是 有的时候会打击您 对不对 对 您看刚才举了一个例子 您盖了新房 让妈妈去住 他不住 他出门说 好像还是你不让他住了 对 跟我儿子 住一屋 跟我儿子说 你爸爸怎么怎么不孝顺 我这是他们的教育方式 嗯 就是 所以啊 所以现在呢 就是您生活在这样的一个家庭中 就包括您现在身上的那种纠结性 矛盾性 都是妈妈给您的 你看妈妈好都是对你特好 对 然后骂的时候对你特狠 就造成了你自己性格是矛盾的 你看你好的时候 我觉得哎呦 带着笑脸的 高兴说 没飞色舞的 杨一阵特性管 今儿在外的受益气化了 或者不顺心 那房子人都要吼他了 就他一开始上来 我给您学一学啊 我这表演的不行 你往哪儿再就好 是这样的 现在呢 您是这样的 我特别希望后期编导呢 给您做一个拼图 就把您这两个拼一块 就这个人的性格一下就出来了 他全棒的年轻人 先生您知道吗 如果您生活状态中 您是这样的 我倒觉得离婚不离婚 其实对您来说 我觉得都是 就是尊重您的意见 但是我不希望您活的痛苦 纠结 愤怒 您得活的轻松一点 您说实在 我在外边 我笑的数是多 一般我也不爱跟别人说 我也属于那边 有点压抑性的 刚才说就是 他不分心的时候 感恩谁 明白 说句实在话 您要那个 不准备继续投资 您就这吃不了吗 我可以帮您 想想办法 你不用 没事 没事 吃得了 因为就这个 我人家说 这个应该是 像我人忙 三四个月就能好了 我问问您 媳妇能不能帮您 一块吃点啊 来 请一下太太 您觉得三四个月 就能吃好吗 先生 就应该真成效 那您想想啊 如果按您这么说 咱中国那就别弄医院了 咱就都吃着玩就得了呗 还要弄个医院干嘛呀 您吃旁 他也有着吃 是不是 不蹲到头 他是不回头 摊子一人 一亩地好大 才挣一千块钱 666平米嘛 对吧 你从春耕到最后这个耕种啊 培养他呀 最后丰收 正常的丰收 才挣一千块钱 但是您呢 买这个保健品买这么多 如果外衣啊 咱们说个体差异 外衣您这个没有降下去 我特别害怕 您非常愤怒 那不是 那不是 因为那么它的比例 可能对咱们来讲 对家庭的这个 我们是收入的比例 占得非常大 对 因为这个四万多块钱 要我觉得吧 我要是您 我拿着 我就先去 那云南 丽江了 什么广东 汕头了 我先转转 四万多块钱 我这 就是这八圈都够了 所以我就觉得 您认真想想啊 就是说 我是觉得您现在 在投资的兴头上 呃 我特别能理解 投资的 所以起码 我认为 就是说几万块钱以后 如果让人 耗一好身的股 咱们有力 麻麻烦说 能敲好的话 比别的重要 本身我人不爱生气 可是主持人采访的时候 你那手是那样 就对比人 太气愤了 你的呼吸 我们就有明显的感觉到 我您没发现 我都 后来我撤内投资了 因为我就怕什么呢 您一着急 一生气 再把我给误伤 对 我随时坐好水 没冲过去的 别着急啊 先生 我特别喜欢您灿烂的笑脸 就是他是一个 很善良的人 真的很善良 越是这样 我越担心您 瞎投资 越是这样 我跟你讲啊 就去年还是前年 我就神经了一次 就是 参加一节目 一专家 给我讲 我跟你说啊 王芳你投资黄金 哎呦 特别知名一专家 黄金 我跟你说 马上涨到多少多少美金一盎司了 这给我说的心动啊 哎呀 我觉得 我马上就要发财了 回去我就跟我爸说 你必须今天去买黄金 明天都不行 今天必须去买 给我们家老头逼的 跑到每个银行啊 把那个死期的钱全取出来 买了黄金 好 从我买到第二个月就开始降 降啊 降啊 您就那中国大妈 王大妈 我跟你说 我现在后悔的肠子都清了 就亏大发了 我这个仅供您参考啊 来 有请太太 您好 王芳您好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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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请坐 您长的是这样的呀 对啊 就是我刚才听您说话 状态啊 我以为是一长发大姐呢 我没溜过长发 是吗 老是短发 特利落哈 你你太太漂亮吗 嗯 还行吧 呃 您觉得您丈夫帅吗 帅 特帅 对 对 长挺像王岛的 我觉得 王岛正未来 对 他最近身体不太好 比如说王岛也觉得 哎 这东西好 然后他买两项行吗 嗯 这不算您业绩了吗 就 强啊 哈哈哈哈 您 同意丈夫 花这么多钱 做这件事吗 嗯 从我心里来讲 我不支持 为什么 比如说要服用的话吧 一个月 比如说三两千块钱 那服用了还可以 可是他做这个 我不同意 因为这个直销 他可能需要一个 庞大的关系网 对啊 他需要一个团队组合呀 就好比一个企业似的 你有厂长 还得有会计 还得我干活的 您当的会计不就行了吗 这个会计我当不了 为什么呀 因为我 我不支持这个 您不支持 对 那您当厂长行吗 当厂长我也当不了 为什么呀 厂长有他在呢 您只能当顾客 他买回来之后 您去消费 消费我也不愿服用 我去年也服用了服用两个月 服用两个月 有效果吗 我觉得不管事 我觉得就我的浑身疼 还有胃物的 就是我觉得吃完了 就跟一点效果没有 姐 关键是他 他不是说他二十天吗 您怎么去年就开始服用了呀 我去年我先服用的呀 你看你看 我们是同一件 合着您先走入这圈子的 我没走入这圈 就是说我先接触的这个 她姐劝我 说大量的 就是说买四万五千的 我说我呀 先服用 要好的话呀 我就服用几个月 把它吃好了 如果说我这第二次 我再吃了不管事的话 我就不吃了 我一个月两千块钱多一点 除了之后就不管事啊 然后她后来还找我 我说没逼呀 我说你来我也不欢迎你 这样就堵死了 是这样吗先生 我不知道 他知道他开水不知道 想说他买的是我不知道 开水我买的时候 我怕他心疼的钱 他买 他买过 别的他也买过 我对你说吧 不然我不省钱 他买什么就通过钱 我从来没跟他计较过 先生 但是我特别想知道 就是给你们卖东西 这人太有意思了 先给太太推销 然后呢又给您推销 您要知道将来 您做的可就是这工作 您要给这一家人推销 推不出去 整一个四万的 也许您前面这就回本了 您明白吧 这我太明白这里面的事了 人家 这得吃 基本一到三四个月 就能减成 那里面你就坚持呗 因为我现在 我这个糖跟那个脂肪 我特别心重 我可是呢 你说找大夫去吧 我开药了 人还没有药 我想知道 您现在吃了几个月了 刚吃了二十多天 效果怎么样啊 效果那也是 可以说管点事 以前 以前 那个老爸的老明 嗡嗡响想嘛 耳明 对 现在基本上不想了 耳朵 就那脑袋嗡嗡的 就跟小孩打架的似的 还有这眼睛 比以前也稍微有点神了 以前眼睛更没神 你真的不明白 真不明白 今天遭到多少条了 他想离婚 为什么 他就说我不跟他合拍 他想干的事 我不支持 嗯 有时候用过这来说 不至于离婚 您觉得 这事至于离婚吗 我觉得就是 按这个保健品 这事不至于 嗯 你想跟他离婚吗 不想 不想离婚的原因是什么 我觉得我们感情 并没有说 破裂的那种地步 这离婚你究竟 用过什么 为什么 到不到这离婚的地步 咱们看上去 是 上次那个 您为什么不给他报警 他最揪心的那次 我就是想 我说 半夫脸 您不想惹事 您就是一老实八交的人 对 我就 我就以我的处理方式 嗯 就是 小事 大事话要小事话聊 我就说 就算了 就是 我说 结果呢 结果 我丈夫他就不理解 他从心里 他就恨我 他跟您说 没说让您报警 说了 那您报警对他来说 没有什么大问题啊 我就想着 我说 我说也没什么事 警察要来了 也就 也就来一个不了了之 也就说得了 但是他是不是挨打了 是挨打了 他挨打您不心疼吗 我就想着 我说也没怎么打 吹他 就踹他两脚 我说想着也没事 哎 比如现在我要踹他两脚 行吗 您作为这身份 也不可能踹他两脚 那没准 您当时 被人打得厉害吗 先生 说实话不厉害 刚才我也说了 什么时候我也承认 这干什么 你不能吓说 对不对 嗯 打的确实不厉害 我就说 那你为什么没还手呢 当时我就还了一下 人家抱110了吗 我没理了 他死了不过 把我还了一下手吗 嗯 人家抱110了 嗯 您讲话 我支架 你打你给我打 我去祖元 他说他心脏支架 所以我就想问这位女士 当时这种情况之下 就是您知不知道 也许您抱一下警 对于他来说 他心里舒服呀 我当时没意识到 为了报警 我让你跑了四里地 拿着手机架倒 嗯 外面说好了 你打我 他一打我 你就报警 而且他这样打我 我还要求你报警 当时我都骂你了 让你报警 就不报 可是外边 你还应我报警了 我说一说 我我觉得 这有点阴风烟尾了 你都有一点 把我往里边吹一样 这成全让人打我 你瞧乐一样 那我觉得不至于吧 不至于吗 男人最需要什么呀 尊严 面子 我这还有尊严 有面子吗 没有 哎 我怎么觉得 我这是火上浇油啊 梁先生 可能要是我 我也不报 您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人家他妈呀 没户短 是不是 您又到人家 然后人家他妈 就拦着来着吧 是不是 我就认为 我就为了让你报警 让你跑到四五里 拿着手机 而且还说好了 他也打我 你就报警完事 可是到最后 我说一句 我都有点样了 他的意思 就不报 您就拿手机 旁边瞧着 你后悔吗 这件事 后悔 其实这两件事 就在他心里过不去 这两件事 一件呢 是甩凳子 那件事 一件是报警 这件事 其实您都很后悔 对 您根本不知道 对那男人造成了 很大伤害 或者您觉得 咱俩这两口子 有什么过不去的事啊 对 您没想过 他会这么不原谅您 对 而且现在拿出这个 来跟你离婚 嗯 您觉得你们 以前感情好吗 以前我觉得挺好的 嗯 没有别的事 所以您觉得特委屈 嗯 先生 你觉得这个女人 除了刚才那两件以外 有对不起您的事吗 嗯 基本上没有 先生 你觉得这个女人 除了刚才那两件以外 有对不起您的事吗 嗯 基本上没有 就这两件 您觉得一定要离婚 有时候用过这来说 不这个离婚 我认为 特上我太明面了 他还欠着他要死 我说我最怕的就是 最后人的一件事 日子过好 这为什么要离婚 他这人思想特别极端 您觉得是您极端 还是他极端 他极端 好 那您休息一下 我听听他怎么说 好吗 谢谢您啊 谢谢 嫁给这个男人多少年了 25年 我其实都不用想 就看您这身打扮 您一定是玩命干活的那种女人 对 就从来不懒惰 对 是不是像男人一样在干活 反正 我家那个地里活 我干的话 我比他干得多 那人干活肯定是呢 他说家里边我干的活少 我承认那个 我说地里边活 确实我就是我干的活多 25年来 您会不会觉得 您把您的青春 甚至是生命 都给了这个家庭 对 我是这么觉得 可是他不承认 这双鞋是新鞋吧 对 就是为了上 他们接不住 我买的 跟他结婚 这么多年 我连一件 什么的衣服 我都舍不买 省时间用的 这点钱 都是一搞一搞的 跑出来了 我们家工人干活 我的都是我带着干 我图了没有 我不都为了 少个公务的 少给他们点钱嘛 这一个约人 把话背在心里面 特别特别委屈 你们家谁是当家的 他呀 一把手说了算呗 现在呢 我们拿钱也所有 所有钱也归他管呀 在这二十多年来 一直他说了算吗 对 突然他提出来离婚这事 你会不会其实特别委屈 都不能说委屈吧 我都觉得特伤心 怎么讲 我就想了 我说一个人呢 你为了你 所要干的这个不现实 这种事业吧 你就愣合说 选择你的事业 然后都要抛击家庭 这方面我觉得伤心 谁想法也不能说 全对是不是 我感觉他有些 就因为我这几张的事 不是就离婚 要说这点事不值得 像还有刚才他所说的 就是说我这两件事 办的不好吧 我就觉得 就是作为一个男人来讲 他就是虽然我有错 就是说他 不肯原谅我 就是非得要 中个离婚 我觉得就是特估 您会不会觉得 你对这个家 绝对是尽心尽力的 对啊 我们家 我婆婆一直跟我生活 24年 然后我照顾也挺好的 照顾的怎么样 相当 然后我跟他的 哥哥姐姐 我的搞的关系也挺好的 然后想我爱人吧 比如说他要来个朋友 什么的 然后在我们家呢 我就会 照顾的特热情 然后留下吃饭 我的 然后没有呢 就去买去 把他们高个性性的迎来 高个性性的送走 就从来没给朋友们 听过赌 对 然后像比如说 他有时候 玩个小排骨的 要二百 我前面玩小排 我就说 二百 给你三百 要三百 我说啊 给你五百 还有就是说 我生活这么多年 就是我当家的 初级什么的 我没翻过他兜 就是我对他 就是说 特别放心 一百个放心 您对老太太好吗 好啊 在你们那儿都有名的 是吗 对 我们家 他的哥哥姐姐 跟老街酒方 都挺认可的 我跟他有忙 我哥姐姐吓着他 不就因为他对我妈好吗 可是我自个儿 我从来没说过 我对老太太怎么怎么好 你老太太对您好吗 好 他有时候有什么话 老太太知道你们要离婚吗 有什么话就跟我说 他没有了 他去年去世了 那他的哥哥姐姐们知道吗 哥哥姐姐有知道的 知道的怎么说呀 同意吗 他们反对 不同意 你娘家人知道了吗 我哥哥知道 你哥哥来了对吗 对来了 你哥哥伤心吗 肯定伤心啊 人家的孩子都想着 姑娘才24岁 现在俩一个 都没搞得一样 没结婚呢 你哥哥怎么看这件事 我哥觉得就是 还是希望专家我的 就是说帮着我们俩人 就是找着我的缺点 给我指正证 帮着帮着我 然后他呢 有缺点呢 帮着帮着他 有点家庭小矛盾 受点委屈 别死了家 我们互相呢 就是说都改一改 然后以后生活的更好 我哥还是本着这个初衷 来推一下这位女士的哥哥 这位大哥您好 您好 您好 这是你亲妹妹对吗 对对对 刚才看到这些 您会不会觉得 心里挺难过的 肯定是很难过 你妹妹是个特别好的女人 应该按咱们 普通老百姓说的话 应该是相当不错 你觉得你妹夫 是个什么样的人 我妹夫也是一个 很热心的人 他最起码 我感觉他不是一个坏人 您觉得他那个 去做这保健品 这事靠谱吗 我感觉是不靠谱 这可能个人认识不一样 您支持我们的观点吗 刚才几位专家 包括您所说的 我很欣赏 很赞同 但是你如果您一赞同的话 我估计你妹夫就不一定赞同了 那就只能招他不高兴吧 哦 所以现在我觉得您这个角色 您还不能站出来说太多话 是 我怕您火上浇油 您觉得呢 我感觉也是 您就躲在后面看看就行了 多劝劝你妹妹 好不好 从他家庭各方面 从他结婚的时候 我始终抱着这么一个态度 好的 我呢也是本身这个初衷 我们现场有这么多老专家 我真的是觉得 这是一特别好的女人 我不知道你们有这感觉吗 他一上来吧 说实话 我还真不认可 你老公说 您长得貌若天仙 我还真不认可 我觉得就是 就是很百姓的一个人 但是他身上却有 真的是金子一般的心 他全棒着您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啊 这位先生呢 他已经觉着 那个事业对他来说 是最重要的 其实我们想 他的出发点是什么 发财 是我们所有人类身上 都有的一个特性 那么你的丈夫 现在面临的问题就是 在他面前摆了一个金衫 他就觉着 他一伸手就能够着了 然而您却成为了 拦在这个金山前面的 这个大门 只要把您打掉了 他立刻就可以去 拿到这个金子了 也可以说是吧 但你的丈夫 他是一个 逆反心里非常强的人 对 你要跟他说 这不好不好不好 他肯定不会这样认为 所以可能他还真得 拿点小钱 但是不是要命的钱 去试 让自己知道是不行的 这个请一下先生 我想先知道 各位觉得这婚姻 能留得住吗 一句话告诉 马老师 我觉得还可以 我也觉得可以 没问题 我持怀疑态度 我们最年轻的 却持了怀疑态度 因为我不能保证 这位先生 他的思想会有一个转变 我觉得他是一个 很固执 很情绪化的一个人 对 而且尤其是我还不敢说太多 我怕说太多 这先生逆反了 来吧 掌声 我请先生 欢迎您 您觉得 您给这位太太打个分的话 给她打多少分啊 就她做媳妇 七十吧 七十 您给她打多少分 做老公 同样反馈 那我要先问您 比如她没说七十 我也会说七十 为什么 为什么 我觉得她就趁这一会儿 哎 我们这就发现 这位女士 就当她自己在的时候 她是一个特温柔的人 你就是她的伙 你这一点她也爆 就七十分 您为什么给她打七十 你得分两方面说吧 第一方面 家庭和夫妻 好 家庭是指 大家庭 对 她对你爹妈不错 对 人家真一心一意 说我得嫁给你 她还伺候你妈没问题 干家务怎么样 挺好 想挺好 说感觉你一般的妇女 你了不了她 她给她自己买的东西多 还给您买的东西多 应该是全部多 她家人就有人 给你嫁 那种本人 好吧 那我问你 比如您不现在想离婚吗 离婚的房子归谁啊 大部分归她 你就留意兼住就行了 也可以这么说 那你们俩 见面怎么办呢 该怎么着怎么着 就这事 离婚的房子归 到我们家就敌了 是是是 谁见的就 那我问您 那您要是再找一女朋友 住哪啊 我没想过那种问题 如果找的话 我也绝对 我也不可能让她 到我们家来 好吧 谁也不进不了我们家 好 那我给大姐介绍 个男朋友人住哪 那我不管 人家的问题 人家就找了一个 像马剑老师那么帅的 天天在你面前晃悠 秀恩爱 亲爱的 怎么办 那我瞅着乐 你瞅着乐吗 我希望她好 是吧 好 也就是说 您觉得要是离婚的话 大部分房子留给她 那钱呢 按当时钱来说 也没多少钱 应该我多拿一点吧 为什么 这好处要 不能我全给姨人吧 怎么也得 那谁让你要离婚呢 这事我过不去了呗 说 哎呀 正常验人 也就是说 你想好了离婚 想好了 必须离 从我戏里边 就是那么想的 那谁对时不对的 那是正常验人 可是你不能有这念头 离婚的念头 您觉得离了婚以后 谁给你做饭啊 最从这还有方便面 谁给你洗衣服啊 车到山前必有路 谁给你刷鞋呀 如果说底下 应该自个全程干嘛 种地怎么办 承包地怎么办 过年我们想种也没了 嗯 为什么 种树了嘛 哦 育林了 对 那你们那些钱 如果你都拿走了 这位大姐要生病了 怎么办 还有她的钱没 那么多房 门有房租 我得够 够她使不了她 俩孩子全不小了 一个结婚都没有呢 我现在我就牵着我俩孩子 你们有多少间房 30多间房 您准备给她多少间 您留多少间 我想给她跟两孩子 他们30块多 给他们5分之4 我剩5分之1 也就是说您已经清楚地想过了 把他们三个画一块 其两个要败家 也只能我败家 我只能败我那5分之1呗 说你这俩孩子结了婚 你俩爱怎么干怎么干 就是我再说好也好 赖也好 我想的对也好 错也好 我不能影响人家生活 是不是 你说这俩孩子怎么闹 也就是说你必须得离婚了 我这特别死性 也许是这样 你会不会后悔 也许 你肯定后悔 那可是以后 我这人特别讲一件钱 现在不是那么回事 因为现在 各方面我全部顺心 所以说 也许我无限放大了 那你离了婚就顺心了 最起码这一方面 我就顾顾操这边去了 操什么心 人家跟孤里媳妇 你凭什么你瞅人烦呢 人家都孤里媳妇了 你凭什么是跟人 走个哪个 我怎么听来听去 您就是想拿点钱 去做生意啊 你也没准 咱打个比方啊 比如说 您花赚了 赚老多钱了 您会给他们花吗 应该会 那您要是赔了呢 赔了 赔完了再说呗 您二位怎么认识的 我们一次啊 从小一块青梅竹马长大的吗 算不上青梅竹马 可是 谁追谁的呀 那个我忘了 给介绍 但是您一眼看上了 那是哪事问题 现在就不应该谈哪事问题 也就是说 您根本觉得那时候 都没必要回忆 你家里人同意你离婚吗 没人同意 我们那所有人来 没人说我好话 绝对说他好话 为什么 因为他对我母亲 照顾那么多年 你大哥今天好像来了是吧 来了 你跟你大哥关系好吗 现在不成 为什么 头一天就用说我门 我把他给轰走了 现在他脸是个不大 当时什么情况 因为我哥比我大15岁 我5岁我父亲没的 你哥像父亲一样 对 所以其实你跟他感情很深 我对他们帮我好赖 我比较尊敬他们 结果呢 那天为什么碰他 实际上也是小事 也是因为我们俩离婚那事 他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序了就死了 别找我 他怨死了 上一次就说 他十百分之打我那次 我就提出来了 所以我哥就是这句话 你要离婚城 你滚蛋 这家一分钱没你的 我的意思就是这么意思 我听了我相当于生气 我说咱们好像得讲点理啊 是不是 这次呢我一说 我哥又这话 我这几乎 他这是做保健民 我说你说我不爱听 我去走这 滚这 不用你 所以说到现在 跟我还不说话呢 您那样对哥哥说话 你后悔吗 说实话 按理说我不应该这么说 可是让您说那话 您好像得讲点理吧 我就是我委屈那种 你要离婚城 你就滚蛋 一分钱没你的这件 我不要说堕路 他让我活呀 今天哥哥来到了现场 对吗 来了 来请一下哥哥 大哥您好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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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我把椅子呀 放在你弟媳妇这边了 代表观点啊 您是向着您弟媳妇 还向着你弟弟 要说起来 就是我来这点事 我也我为俩孩子来 就您现在觉得 他俩能离婚吗 我不想 我弟媳妇 跟他过苦日子 他一开始 不能复位的日子 我想就是到现在不容 您觉得您弟媳妇 这人怎么样啊 您会觉得 弟媳妇跟你弟弟 过了很多苦日子 对吗 对 结果到现在该享福了 就弟弟折腾 有 现在您觉得 您弟媳妇 对你妈妈怎么样 对妈不错 您得说实话 实话 确实不错 为什么耽误 行不行 我妈 我没要好苦 您感谢这位弟媳妇吗 感谢 您从心里面 是不是觉得 她是个好农者 绝对是 因为我妈的人啊 说实话 这儿记得 绝对没理 根据不认识 她是那么美人 结果你的弟媳妇 这么多年 还能处得不错 对了 大哥 当时这个兄弟 就是最近啊 这两次赶免走 你会不会很寒心 绝对寒心 你会不会觉得 她有点走火入魔 这回个 就我东西啊 她就在杨州玩以后 回来 您去杨州 去了几天先生 五天 这五天都干嘛了 就玩玩 参观厂家 对 厂厂厂家一天 然后给你们上课了吧 人就是讲的这个产品吧 人家管什么毛没有 这什么毛 肯定给你们上课了 对 他讲的最好的一个例子 或者说最吸引的一个例子 是他赚了多少钱呀 说实话 到底说赚多少钱 我还真没注意 人家开的车 像挺好的 哦 那我想知道啊 就说 您这四万多 您买回来 您要推荐几个人 买的这四万多 您就赚钱了 我还真不知道 那您不知道 就敢做这行啊 我就觉得 他这产品挺好的 现在我这么想 如果说 说这个四万多也好 能把我这个高血质啊 这个重度脂肪干呀 完了 把这能调下去 花这钱无所谓 因为我觉得我们家 也不应该在乎这点钱 大哥 您今天老人来了之后 跟他讲话了吗 没有 你心里的气没过去呢 没有 这位大哥 我明白您的心意了 您先休息一下 好不好 好吧 我们来解决一下这事 好吧 再见啊 先生 您这个坚持离婚 就属于是众叛亲离了吧 对 你们听完大哥的话 什么感觉吧 建老师 大哥呢 还是觉得这一家子不容易 所以对于弟弟提出离婚这件事情 他不是大哥的角色 而是父亲的角色 表达自己态度 那个话有一点极端 就是你要离婚的话 你滚蛋 净身出户 什么都不拿 他其实不是说让你真的要这样离开 而是告诉你 这个女人不错 你就别再折腾了 这么多年都过来了 孩子也二十多了 马上各自成家了 该安享晚年日子了 以后也不必那么劳累了 咱干嘛呀 放着好日子不过 大哥表达的是这个态度 但是这位先生呢 恐怕没有体会出大哥这句话背后的含义 就以为我离婚 凭什么让我什么都没有 这是我的价 你给我走 滚蛋 就很容易被别人的一句话击惹 另外呢 也不琢磨这个人背后那句话到底什么含义 比如说 刚才主持人问你 当时是不是也上课了 因为像这种呢 不上课 肯定你不会到今天这种痴迷的状态 是不是这样的一种情节 您看我学一下 各位这是王总 王总 张总 过去他们什么都没有 自从使用我们这个产品之后 你看每个人精神面貌非常好 同时 建英老师开的那辆车 你们有没有见到过 建英老师那个车就比一般的车还要更长一些 为什么他可以成为这样呢 因为他用了我们的产品 而且他非常投入 非常积极 任何事情都要有投入 如果说你愿意过穷日子 那你就回去 如果想过建英老师这样的日子 那么我们就要行动起来 甚至于还要镇比预乎 是不是这样的一段 应该有吧 张敬强 刚来北京的时候 那是的是什么 住的地下室 但这个干了三年之后 人家现在买了一个300平方的房子 为什么他能住 而我们住不到300平方呢 是因为我们不够冲力 没有找对方向 你住地永远不行的 所以加入我们这个队伍 然后最后一想 对呀 凭什么我现在住地下室 凭什么他住300平方 凭什么我骑自行车 凭什么他开一辆四个轮子的车 我们就开始对象 凭什么凭什么 所以我找到一个理由 哦原来是我干的是这个工作 而他做的是这个大的事业 所以我要加入 我要改变命运的话 就跟大家开始喊口 哇有人领队 领完队之后 大家全是玩这个的 这种课程 对人的影响很大 大家不要去否定这个课程 这个课程呢 他就在一定程而讲 在那种特殊情境下 我们就逐渐逐渐 被他们催眠了 就认为人生就应该是这样的 但是真正做的所谓的好 他一定是有关系 有网 您告诉我 您的关系网在哪 我们四个 我们都是您的朋友 来告诉我们 怎么买您的产品呢 我也不想卖 我也不会卖 因为我是一种 我也不会做买 不您得让我买 我们要不买 您那个 那多少年 现在我就这么讲 也许我的想法是错的 我就说 他说他产品好 我听着也听好了 是肯定好 我 我有毛病 说这身体 各方面 说是糖膏 说是什么 我要把我自个儿治好了 我就相信他好了 我自个儿我治好 我也不相信他好了 我现在我就拿我自个儿 到实验面 所以说这个不妨碍您 不离婚 比方说 你看你管这个 开始胃腹了 从我的理解 跟这就没有关系 在这个过程中 第一个 您现在身体也不好 然后您又在实验的阶段 是吧 一边吃药 一边感觉 是不是 对 就好了 对 然后再加您明年的 您这个承包的地呢 可能也也没了 对 是吧 那可能这个时候 作为一个家庭的一个重要成员 正是您准备 明年我们这一家人 怎么应对一个新的形式的时候 您怎么就撤退了呀 您撤退了 那我想问您 像我来看 您似乎比您心自 现在我受不受 也无所畏 明白 是吧 那您想他怎么办 现在孩子全上班了 也全挣钱了 是不是 也全能自立了 我以后能 我自个儿就成了 能理解您啊 先生 刚才那个马剑老师说 那段话说的怎么样啊 挺好的 挺好的 有你们那培训老师 培训的好吗 比赛也棒了 就是先生 我想问您 您在去培训的过程中 没认识一个 这同大合的女士吧 你认识 这就是一个关键问题 建议老师非常对 因为男的好多人 对 认得好多人在那 我也一直在寻找 这位先生 为什么这么坚定 我觉得建议老师 点到了一个中心的中心 这位女士 您有没有想过 你的丈夫现在 也许先走了一点啊 你能听懂我说的话吗 能听懂 建议老师 刚才这句话 就是我一直想问 因为一个男人 这么坚定的要离婚 恨不得把这个 所有人都 要不您承认了吧 先生 我承认什么 可能没得可承认 您是不是觉着 如果您找一个 这种道合的人 跟您一起去干这件事 挺好的 那是以后的事 这句话很有深意 建议老师 你太棒了 来 因为呢 就是哥哥呢 跟你相应为命 因为父亲去世早 是吧 然后他声乐俱下的那些话 对您都无所触动 让我们不得不想到了 逻辑之外的逻辑 你看啊 妻子很好 然后两人穷过来的 刚才哥哥那些话 其实意思就是一个核心的 就是说他跟你一块穷过来了 现在日子好了 干嘛非要走这条路呢 是不是 而且要念他 过去对你妈妈好 这不是第一次了 我知道 我知道 就是说夫妻之间呢 其实会有很多的矛盾 其实每一个人的 这个夫妻生活的几十年中 都会发生 类似你家这种情况 只不过或大或小而已 其实性质都差不多 那您为什么现在 非要走这条路呢 我觉得啊 就刚才问的问题 这个是打一个埋伏 可以说哈 另外一个呢 我觉得您呢 在您的生活中 您一直对自己进行的是一个负面的评价 所以您可能会觉得 您到目前为止呢 好像似乎不是一个成功的人士 你看种地 然后遇水灾 然后还有人挤兑你 害得你打官司 如何如何 然后在家里 老婆呢 又有时候 他性格的另一面 也在发挥作用 等等等等 就让您觉得 好像到四十多岁的今天 还没有做成自己 如果说仅仅说 您强调的 就是为了治我的病啊 让我那些指标降下来啊 那也不过 就买一部分产品 自己吃 自己消费就够了 而且妻子 她也支持她 对呀 而且妻子还支持你 而且给你开的口子是一个月可以吃两千多的 五千多呢 五千多的 那何苦要投什么 先投个四万七 然后就又要弄这几十万 我觉得呢 这就有点对不上了 如果说我们只想为自己 您那个买的那个足够了 然后您再到医院 艳艳的指标 吃完之后 然后吃了三个月了 这指标下来没有 如果下来了 达到目的了 完成任务了 如果说没下来 就说明这不管用 也试验出来了 对吧 那您何苦要 做这么大的动作呢 还得先给把婚离了 完了再去 这个投身于什么 我觉得呢 我们劝您啊 这个婚 可不是轻易可以离的 你想想人生 无非就是生活和工作 两方面我们都要成功 才叫一个比较完美的人生 那您看您又是一个比较敏感 容易接受一些信息的人 珊瑚起来的热情和一个非常这个精准的我们朝一个目标前进的事业 这是两回事 所以说还是劝您的能不能既然今天来了听听我们专家的意见 我觉得您还是不要把这个婚离掉 不端到头上还是不回头 贪负人 就是您除了这个扬州 您还去过什么地方 哪都没去过 所以我特别希望您别因为您出了一趟远门 然后您就认为这就是一个新的世界 可能真的人家婚离 其实如果你想离可能随时都可以离 你不用今天马上或者今年就要离 也可能你真的在跟这些人接触接触 你再把我们的话记住 你再去思考思考 您再决定您这人生这么大一件事 其实可能本身您不是一个特别喜欢买保健品的 像您妻子第一次买的时候都瞒着您 怕您反对 是不是 我们俩用钱的事 以前就没付过 所以说您不能说您第一次到了扬州 可能那个培训还没马老师这么报 您就已经热血沸腾了 好像您在投身一个新的事业 我感觉 好像这个事业中的绊脚石就是婚姻 我刚才没带大哥跳舞呢 一边跳着我还得喊着口号 最后喊的是我能行 我要付 我要什么车 我还没掌握他这段 这小伙子来的时候找不上媳妇 没有女朋友 别人给他介绍几个都相当穷 而今天你看看他的女朋友是什么样 哗打一照片 这照片这就是他的妻子 今年才20岁 然后家庭有多么好 我还没玩这个呢 还有他女的 一般的就是承评所好 就一定有好 我爸爸呀 前一阵偷偷摸摸的买保健品 他就在外面溜弯 然后就碰几个人 说呦大爷您这走路怎么有点问题 我爸膝盖有点问题 就掺着他 两个人掺着他 您想想除了我们 没人掺着他 您想八十了 得到了极大的心理满足 给他掺去了 就给他那一高坐坐上了 然后就给他揉啊揉啊揉 他就觉得特别满足啊 然后接着说 你买这个药 您这腿就好了 说真的多少钱啊 说不多钱 说三百多 然后呢 我爸一摸兜里两百多 说我们去您家吧 我们家呢 那时候是五楼 你想俩人连拉带抱啊 给弄上去了 这就到了我们家了 然后说的那个 你买那个七千多的 说这七千多的啊 是组合 更快 老头一想 这腿是一个人衰老的象征 也是特别妨碍他生活的 就说那行吧 七千就七千 这时候现在的这个老人呢 为了防止意外 都留现金 万一上医院 别没钱 拿出现金来 买的七千多 得 没过几天又来了 说现在这药特别紧缺了 给您留的 爷爷给您留的 我说谁管您叫爷爷呀 叫爷爷值两万了 得 又买了两万多 但是后来就觉得自己上当了呀 就说王颜杨 你得给我告解 找他们姐 拿着那个商标啊什么的 我说第一个 我说除了这个您这个 孙女 终于有俩伙 那叫爷爷的了 我觉得他有点满足感 我说就没人谁管你叫爷爷呀 人俩叫你爷爷就值两万 你也别告了 您以后就别买了就行了 买个千万百块钱呢 说我记个尸 没毛病 好就好 不好就不好 后来我说 你把你钱都给我收起来吧 我给你拿走 是吧 因为他有可能 他又心血来潮 像您这个 我是特别希望您说 您往后操操 对吧 那顺意那嘎地 您可能挺熟 但是您出来顺意 您也别的不熟 是吧 您琢磨琢磨 然后您先别和您那老找您那个在一起了 越在一起 您就觉得越 我热血沸腾 您先棍地料阵 先看看您的感觉 相信科学去量量解 然后咱再说 离婚呀 干事业再说 您看行不行 不是 我有一个新的观点 王毅老师 我倒觉着啊 这位女士 如果她一心想离呀 其实你拦不住她 我倒觉得您就跟她离 跟她离干嘛啊 还有人赞同我意见 为什么 这个 我经常会有一个我自己的理论 我觉得 比如一个孩子的成长 我明明看她走的是错道 但是我没有办法拉她 因为你跟她说她不听 所以呢 我就经常跟她撞去 比如我的女儿 我以前老举个例子 电暖气很烫 她就非得去摸 所有人都跟她说 不许摸不许摸不许摸 她就老想偷摸 去摸那个 后来有一天啊 我看见了 我跟她说 因为我觉得电暖气烫不坏人 那时候她才两岁不到啊 这么大点 我宝贝 我这能摸 使劲摸 不是别人都不让她摸 她想摸吗 那她一摸 哇 这烫哭了 那电暖气得多烫啊 哭 然后我说 宝贝继续摸 再摸一下 再也不摸了 这辈子她都不会再摸 现在我们家电暖气 往那一放 她说 妈妈这个不能动啊 别人都烫手 两岁不到 她竟然寄到现在 我说给你讲这什么道理啊 这位大姐 就您现在跟她说一万个 怎么怎么样 她根本听不进去 那么您现在唯一 制裁的方法就是 尽量少的分给她财产 为什么呢 因为留到您手里 您不会给她造了 留到了孩子手里 那么剩下这一面 是你们都能接受的 如果她愿意自己造 让她自己造吧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人呢 不撞南墙 她回不了头 我们现在使劲的 玩命的拉她 她给你的是不幸福 她玩命折腾你 你接着下来 她哪天 她一着急 都折腾没了 您看您的肩膀疼 我都怀疑您啊 您看您瘦成这样 我都觉得您可能 这个肩胛果 您需要去认真检查 您要爱护自己了 您给自己买一双鞋 两百块钱 您不舍得 买那么一大堆 那玩意放那四万多 我真觉得不值 我不管它多有用 我都觉得不值 反正我不知道啊 观众会不会 会不会觉得我这观点挺 您自己好好想想 我以为我说完以后 观众在骂我呢 这么多人鼓掌 你们是由衷的鼓掌吗 我跟你说我都急了 我都要抢您的话 我就觉得这个男同事啊 就是那宋丹丹说那句话 就是没事找抽象的 别 您可别这么说 您这么说一会儿 大哥在揍 一揍 我在台上 他给我烧的了 先生您觉得呢 咱说点客观的 我觉得他就是 钱太多了 好日子 刚才过头了他 没钱 他没这事 您觉得我刚才那个建议 合理吗 合理合理 因为我老觉得就是 我们使劲把它拉回来 他可能未必新在这 对 您觉得呢 对 觉得也是 好的 谢谢啊 不先生 你这我今天生气了 这观众不对 这怎么能这么说您呢 我特别 愤怒 这个先生 你看啊 就是这些观众都是经常来看节目的人 很抱歉啊 他们这样说您 我觉得特别抱歉 别 因为他们都在劝和 但是我真的没想到 我提出这么一建议 竟然这么多人鼓掌 你觉得呢 我也劝分 刚刚那个王爷老师说那个 那是假冒伪劣的 就是忽悠老年人钱的那些非法的组织 但人家这位先生啊 人家干的是合法的 所以说人家这位先生啊 还真是想通过一个有自己的事业来正经自己 是不是 应该是 但是呢 在这个事业发展的道路上就有这么一个绊脚石 那就是他的爱人 不理解他 没有给他面子 没有给他尊严 男人最重要的是什么呀 有句话说 男人靠征服世界来征服女人 那现在征服不了这个女人了 那我怎么办 那我就抛弃她 那我征服我的事业 拥有自己的事业以后 拥有自己的世界了 那可能还会有别的女人 是不是这样 也许吧 那一会我的工作就是劝一下这位女士 我会告诉她 你看去年有多少影星离婚了 离了婚之后 他们找到的丈夫更美好 所以向他们学习吧 然后我们一起唱歌吧 一起发呼吧 然后我们会找到比她更好的 我估计这女士这工作要走通 咱单就这个事业 她能不能挣钱另说 单从这个情感上 就在家里边老婆也不给她尊严 没有面子 那她可能在那个团队里边 在那个事业发展的那个团体里边 她有她自己志同道合共同语言的人 也可能这个是个男士 也可能是个女士 那总之那有她的朋友 但是她在家庭里边她得不到 所以说她就是要一门心思走这条路 先生我想问您一句话 您看您这个产品肯定是要从某一个地方买 对吧 对 有可能是直接从厂子里边 或者是中间一个人介绍 比如说王英老师介绍我去买 有可能我是直接从厂子里边 但是这个账呢 要借到她的身上 那么记账的那个人 是个男士还是个女士 女的吧 女的 是不是觉得特别聊得来 就像建强老师刚才提到那个话题 大家有共同的事业 大家联合起来一起奋斗 有这种感觉吗 好像也有点吧 有点吧 首先这是一个合法的事情 那么在这个合法的事情中 的确也有利益 要没有利益的话 大家也没有利益 应该是吧 我就觉得人家东西 最近马上说 对我当时来说 我这身体状况 那潮是不错 而一检查全是毛呢 说上医院 你没毛呢 还不给瞧 我看到我就说这种情况 但是我是觉着 任何一种产品 它有多好 它一旦说给你设个线 你要买多少钱的之后 我才能怎么样 那个那不是人设的假 到生产 那是我自己想买的 是的 那没有关系 我们刚才也咨询了一下 就你只有买够了 这个四万多 您才能成为它的那个级别吗 对 我们刚去咨询过 刚刚我们打电话也问了 就是说我们在做这些 我们打电话也问了 但您要知道 就是它的目标 到底是让您吃这个保健品 还让您卖这个保健品 那您要分清楚了 它给您设一个线 一定是让您去卖 而不让您去吃 我们一再提醒您先生 就说您要想 你将来的销路在哪里 所以就算不孝 他只要说自个儿 他真管用 对 那你太阳又没反对您吃 您为什么一定要离婚呢 根本 我跟他离婚 跟着这没有关系 他废得往哪里 是吧 您看您又着急了 不是 25年 我们打过三次假 每次穿上插 先动手 我叫第三次 我先动手 我再打科多了 就是没花 还没捧到的一般 那我飞回去了 先生 25年来 你们其实就弄过三次 其实再说实话 这还真不是那种 过不到头 就您 好吧 您这样吧 您是觉得 就我们说这么多 您觉得应该离婚是吧 我觉得应该离婚 那个前面 不是给你们做了一份 夫妻问答的测试吗 是 我说一下这个测试啊 我为什么就不支持 你们俩离婚呢 就在于测试呢 显示呢 20个夫妻的方方面面 你们俩只有两方面 不太和谐 在精神上 不进行任何沟通 其他全部都是好的 你比方说 双方家人的相处 教育子你意见一致 然后妻子并不专横跋扈 这是你答的啊 你别看你刚才一早 说这板凳板凳 但是你自己 可是说的是否 然后呢 家里头你做主 然后还有 你们两个的工作 未来的家庭计划 等等等等 都是和谐的 你怎么解释 我想听一下您的解释 就这事 这是您填的吧 这是您自己填的吧 对不对啊 那我 那请试试一下 他要说不犯批子的话 就得实际上挺好的 我也没说别的 是不是 如果说就是 在外面没有矛盾 什么平衡 挺好的 我承认 我越跟外面 越有摸擦 他这越出现反方向的情况 我把这个说完啊 这张两表 二十道题 它是这么规定的 如果说是 两个人回答的 就是相反的 不好的 如果是在 那个十道以下 那这就是一个 可以离婚的夫妻了 那么如果说 在十道题和十五道题之间 就是相处一般的夫妻 如果是十八道题以上 就是两个人和谐的 那这就是好夫妻 那你们俩是在 好夫妻里头得的分 那你说这怎么解释呢 先生 就是这点事 让我太含析了 我就觉得 我跟外面这点事 他给我处理 让我都失去尊严了 男人最需要面子 也好尊严也好 我知道 那可是妻子也道歉了 也没什么了 你为什么 一次两次 三次老道歉 一共就两件事 你呀 你就爱抓着别人的 缺点不撒手 那你用来说 咱俩人 说夫妻好什么呀 你跟我闹多少回分剧啊 动作说离婚我的 完了 你想回来就回来 你想过我的感受吗 我提过吗 提过一个字吗 这是头一次提 我都不说着了 你说吧 说实话 这还更主要一方面呢 在我心里 哦 这还牵扯隐私问题了 来 马建老师 带先离开现场一下 我们有些话 跟你太太说哈 这位大姐 其实刚才有两点呢 给我挺意外的 第一点就是 您给她打的分 那一个过程 我们会看出来 其实在这个家庭中 有的时候 您也是一个挺强势 或者挺直爽的性格 为什么把您一个人留在这里 是因为我想跟您说 我们要完成一件事 有很多方法 如果一个男人 比如他欲无反顾的 你有没有想过 他有可能在扬州这几天 碰到一个他觉得知心的女士 就介绍给他吃的保健品的女的 就上人家去两回了 他两个人去的 买了这五万块钱的保健品 然后25号26号隔两天 他们没有家吗 有家啊 有家他离婚了 您这个是不是也叫上线 也是个女士 对 跟她的关系会不会最好 比较不错的 比较不错 而且过去就认识 对 我也不想说这 但是您不觉得到现在 您不说不行了吗 我也琢磨 我说他为什么这么邪心 把钱投进来 也是他心无证了 他为什么 对呀 咱们不能乱猜测别人 但是肯定是其中的原因之一 咱们猜测人家 都是不对的 其实 对对对 您别猜测 我们猜测嘛 您不要说您猜测 我们是可以猜测的 我是从心里还是愿意相信他 对方是有婚姻的 还是有 所以直到现在大姐 您并没有想过跟他离婚 对不对 对 您不觉得我刚才给您的建议 大家都鼓掌挺好的吗 可是如果说他 就像你刚才说的 那个哲若真就是起了心了 义无反顾的跟我离 那就离呗 很好 您这有这个 有有点进步了 您两个总是这个 闹着矛盾之后就开始分居 这个对你的婚姻是给予挺有影响的 影响相当大 您知道为什么把您一个人留在这吗 我要告诉您 就是我们在这天天做节目 我都能看到他总有天会后悔 那么 现在呢 您最大的问题就是 您第一 就您要想清楚这件事 您的丈夫 要说铁了心的话 您怎么办 我给您出的主意就是尽量大的保全财产 反正要一样 你他学着一样的时间太长了还不成 一升起我就走了 我就办中 这头一次跟您分居 就是您每次分居都是因为这事吗 对都是因为这个 非常非常支持王芳的这个建议啊 这是保全你们家庭的一个上策 因为什么呢 我相信您很善良 您也不愿意说给这个男人逼到山清水尽的份上 咱们现在所有的出的这个主意 也不是说要逼这个人 而是说保全你们这个辛辛苦苦 大半辈子挣来的这不容易的血汗钱 因为显然他现在是被人给珊瑚了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 他很可能一时呢 被一些东西障住了双眼 就是说从他在刚才产生的状态 好像有点痴迷的味道 有点这个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味道 那么刚才您能够接受王芳那个建议 说明您也是一个非常聪慧的女人 您准备怎么弄啊 以我说说我真不愿意跟他过去呢 您就把握这个原则 根据他的形式走 如果他一会上来 他说的我不离婚了 我听明白了 我好好过日子 那何乐而不为呢 您说这话我也听啊 我们双方都有问题 不要老说别人呢怎么怎么不好 自本身那不好 那该承认也得勇敢地承认 改了 这还是好同志呢 您说真好 您说在外边 那么让我没面子 在家里边我还这么熟悉 说着快 为什么刚才下边说我不愿意 我特想问啊 就是如果说房子 比方说他要了五六间 这个能卖吗 我们家那个 现在房子那边啊 要休马路的拆迁 其中有我们家 我认为跟他相当不和谐 其实那刚才说别的 您少说他坏人 真不坏 真好 这比方要拆签的吧 这房本名都是他的 他签字 这也不行 他说比方给我多少钱 钱都他拿着 他签字 到时候比方说他不给我呢 这怎么办呀 就是您觉得是不是 就是彻底真的过不了了 如果您觉得真的过不了 那我们就找律师帮您 我们也劝那位女士 应该是过不了 你就怎么劝都没有 是吧 对 我认为我心里 好 如果他真要跟我 铁心离婚的话 说我没什么 我四十多了 我穷就穷 我们家两孩子呢 我儿子这么大 不娶媳妇了 跟我那年代一样嘛 我那年代跟他 说什么都没有 我们两个还 该去有两类账呢 我一点跟他还呢 完了现在 过现在这份日子 我们艰苦奋斗了 二十五年 还有现在这成就 你要是这样的话 这个也是一个 特别大的问题 一旦 人突然间 拿到了这么多的钱的话 他有可能真的去 投身一伟大的事业了 不是介绍您去入 那个直销 那个是一位 离了婚的女士是吧 也是 你们关系还不错是吧 对全不错 您这么着急离婚呀 就让我们觉得 您一定是有什么 其他想法 就是能够理解啊 这个 也可以富有吧 我觉得我们有义务提醒一下 电视机前的观众 也可能你不了解这个行业 也可能你正在走入 这个行业 我觉得风险意识 是大家必须要提高的 做这个行业 他一定有风险 做生意一定有风险 他并不是说 像那些蛊惑人心的 故意夸大宣传的 说这个保健品 他可以代替药品 他可以治这个病 那个病 现在呢 就是分房子 分钱 您愿意怎么分啊 钱呢 是我稍微多得一点 房子 他多得 钱是什么 您告诉我 给他留个六七万块钱 剩一规网 他这个行业 他也不是说是 人人都可以挣钱 可以发大财 所以说我觉得 我们有义务提醒一下 广大的民众 尽管专家和主持人 竭尽全力 对杨先生进行 劝说和开导 但杨先生去意已决 接下来将是 他们对财产的分配 他觉得他现在 想过自由的生活了 希望您别拦着他 然后我也问他了一个底 我说你想给这位女士 留多少钱 他说五分之四房子给您 再给您留个六七万块钱 然后我说你凭什么 给您留六七万块钱 然后他说 我房子都给他了 但是我也这么想 您要想一想 一会儿你再跟你 你不是本家哥哥也来了吗 您跟你本家的哥哥 也好好再商量一下 反正如果去法律判的话 肯定房产是一人一半 那样的话 可能对您的房产保全 可能还有问题 因为你们将来要拆迁 这是大头 所以您也好好想一想 马老师 您刚才又跟他交流了一下 是吧 对我还是尽力去 因为中国人的习惯 我就说如果对方做这样的调整 那样的调整会怎么样 就是您做更大的让步 做更大的努力 但是他呢 这些年可能伤得还挺重的 他是一个非常敏感的男人 对 后来的结果呢 后来结果 他还是觉得我们不行了 对方不可能改变 他认为您不可能改变 所以这位大姐我们把所有的最真实的情况都原发的告诉您 而且我我真的觉得不公平在哪 我觉得如果我们为了让你们俩在一起 甚至是为了让这期节目有一个好的结局 我们非得说让您这个让步那个让步 我觉得对您不公平了 现在您的大掰不是在这吗 你的亲哥哥也在这 我建议你们三个人抱团 你们先商量出一个结果来 我们的编导可以帮您 比如说甚至我们可以帮您在法律上请求援助什么的 都没问题 那么我特别希望您三个人好好商量一下这件事 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吗 来推一下大哥的话筒 大哥您好 您好 您能听懂我们的意思吗 听懂了 听懂了吧 我们希望您怎么做您应该也知道吧 我很清楚 很清楚 所以我觉得这迫在眉睫 那么我特别希望您今天在这里呢 能利用我们这个平台 或者抓住我们这个机会 能大概谈出来一个情况 保全家族利益 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吗 我明白 谢谢你 好的 大姐您明白我的意思了吗 明白 为了帮助这对夫妻签订一个正式协议 我们特意请到了孔晓宁律师来帮助起草 经过协商 杨先生得到所有房产中五分之一的经济权益 妻子和两个孩子得五分之四 存款和即将变现的农作物一共有三十万元 丈夫得到二十万 妻子得十万 最后两人共同在协议上签了字 家庭和事业 名利财富的诱惑 是男人一生中必须面对的 也许我们不能完全地得到我们想要的 但我们一定需要明白什么对自己最重要 如何抉择 需三思而后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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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